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要跟我们李让的车辆要表示感谢 我昨天是搞笑了一下 请大家见谅 那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要让我跟林立禅处长 都用不同的表示显现出来说 行人友善其实我觉得最近真的有一些成效 车子有开始让路人了 所以现在重点已经从路人 已经从车辆开始要转到路人 我们路人的一个跨越街道的一个守则 应该是什么 我们昨天就用比较酷手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 也谢谢的媒体都有关心 那我们还是要呼吁我们的行人 如果你感觉到车辆有礼让 跟他表示感谢 然后我们尽量的来这个快速的通过 然后把一个很好的车辆行人互动本质把它呈现出来 这才是真正有爱跟友善的一个道路环境 为了避免行人地狱的恶民 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自拍摄影片 大力来推动行人友善 也再次呼吁车辆驾驶跟行人都要一起来配合 让基隆能够成为全台最友善的路口城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